各位朋友大家平安 今天跟大家聊一聊孫力軍被雙規的這件事情 實際上孫力軍是早在4月9號就已經被正式撤職了 他被抓捕的時間應當是在4月8號晚上 到4月9號凌晨的那一段時間 但是這個消息是在10個小時11個小時之前 剛剛被中紀委公佈 那也就是說明他們在此之前是捂蓋子捂了11天 保密工作做得非常的好 一般來講像孫力軍這種級別的人被抓 那應當是中共體制內高層很多人都知道的 一般來講是很難保密這麼長時間的 但是這一次他們居然就做到了保密11天 那也就是說明這件事情在中共最高層看起來 是非常大的一件事情 所以說保密的級別設定的非常的高 沒有任何人敢輕易的洩露消息 這次是一件大事 那麼關於孫力軍為什麼被抓呢? 現在有很多個版本 官方的版本是非常簡潔的 說違法違紀也沒說他到底違哪一條法 違哪一個計 最後如果是這件事情最後能水落石出的話 那麼中共官方一定會是說他貪污腐敗 貪污腐敗這不是他被抓的真正的原因 因為中共高層內部像他這種級別的副部級的人 所有的人都是唐污腐敗的 沒有一個例外 其他的人都沒有被抓 只有他被抓了 那也就是說明他有其他的另外的特殊的原因被抓 什麼原因呢?現在民間有很多版本 一個版本就是說 是習近平要向他甩鍋 要把這個疫情責任 防疫工作不利的責任要甩給孫力軍 因為孫力軍在二月份的時候 曾經去過武漢在那個地方主持過防疫工作 而且在武漢的時候 他還跟習近平進行過視頻連線匯報工作 還有呢是他跟習近平的親信馬仔應勇 兩個人一起視察過 還有他跟孫春蘭副總理也是一起視察過 所以他在武漢是待了那個時候比較長的一段時間 但是習近平沒有辦法在疫情這個事情上面向他甩鍋的 因為孫力軍當時到武漢並不是說主持全局 他只是說去督促、督導公安系統 武漢公安系統來進行防疫工作 也同時也是督導一下整個防疫工作的公安的那一部分 但是呢大局是由當地的省委書記 這個市委書記是由他們主導的 在最高的領導他們之上是由這個國務院副總理孫春蘭 最開始是由李克強主導的 所以防疫這件事情當時的孫力軍只是起到協助的作用 沒有辦法向他全面甩鍋的 要甩鍋也只能甩給湖北的地方的領導 或者是甩給孫春蘭或者是甩給李克強 孫力軍是沾不到邊的 這個說法不成立 那麼還有一種說法就是要他為李文亮醫生被訓誡 寫悔過書這件事情負責 李文亮當時爆料之後吹哨之後 就被武漢的警察給訓誡了寫了悔過書 這件事情在國內引起了巨大的反響 甚至是在國際上也有很多人以此來批評中共 來隱瞞疫情 這件事情最後他們要找一些人負責 最後就找到了孫力軍頭上 因為孫力軍是公安部的副部長嘛 而且他是負責這個國保系統的 就是負責國內政治安全政治穩定的 這件事情他算是直接的武漢那些 訓誡劉文亮的那些警察的最頂頭的上司 由他來負責 但是這個說法也是沒有道理的 為什麼呢 因為紐文亮被訓誡 這實際上是中共的這個維穩體系的一個自動的反應 他們就是這麼設定的 紐文亮一爆料一吹哨 馬上在微信上面在網絡上面 他們的這個預警系統這個大數據 馬上就會把這個消息傳遞給這個警察系統 然後警察系統自動的就會運作起來 就會派出去人去找李文亮談話約談然後訓誡 這一切都是自然而然發生的 不需要一個公安部部長來親自為此下令 如果他為每一件這樣的事情下令 他就忙死了 所以說孫力軍他為這個事件要有一定的責任 那只不過是和中共體制內其他所有的幹部一樣的責任 並沒有更大 而且這個體系並不是他個人設定的 這個體系是由中共的整個領導階層 最高層的那些決策者是他們設定的 孫力軍也只是底下的執行者而已 所以這個替罪羊他也當不了 而且呢即使是真的是他親自下令說去訓誡李文亮的 習近平也不會因此而懲罰他 因為中共他們是特別特別珍視他們的刀把子 珍視這個警察隊伍對他們的忠誠 如果是你因為老百姓要求輿論也有壓力 我就來懲罰這個刀把子 我就來把自己的刀把子給捨斷來懲辦警察 那麼今後警察的這個士氣就沒有辦法維持了 中共就再也沒有辦法讓警察去幹這些髒活 讓警察去幫他們鎮壓老百姓了 所以他絕對不幹這種自毀長城的事情 自毀刀把子的事情絕對不會幹 這也不是理由 真實的理由是什麼呢? 真實的理由是孫力軍,他站錯了隊了 他是王岐山的人 而王岐山現在跟習近平那是生死矛盾 那是絕對的你死我活的關係 為什麼這麼說呢? 王岐山和習近平的這個關係就像當年 毛澤東和林彪之間的關係 當年林彪曾經是為毛澤東立下過汗馬功勞的 在戰爭時期為毛澤東打過很多的勝仗 掌握政權之後呢,毛澤東受到了黨內的挑戰 一直是林彪在為他保駕護航 把彭德懷、劉少奇這些集團全部給幹掉了 林彪那是有非常大的功勞的 所以說毛澤東對林彪有一段時間是非常的信任 最後把他提拔成為二把手,成為他的接班人 成為中共皇帝的太子 但是林彪掌握這個權力,成為這個角色之後 他馬上就感覺到了毛澤東的殺機了 中共一號人物和二號人物之間 天然的就是敵對關係 獨裁者他是絕對不允許他的權力被分享的 即使是父子關係那也會反目成仇 像在皇權時代,皇帝他和太子自己的親兒子 他們之間的矛盾都很大 一旦這個太子在政治上過於活躍 一旦很多的這些大臣都去向太子效忠 這個時候皇帝他就感覺到自己的權力 自己的生存就受到了威脅 他這個時候就會向太子下手 所以說像廢太子最後殺太子這種事情 在史書上層出不窮就是這個原因 那麼林彪和毛澤東他們最後就形成了這種 皇帝和太子之間的關係 而且他們之間還沒有這種父子關係 所以說毛澤東最後他就要決定要對林彪下手 林彪也感覺到了他自己處在危險之中 那他就想來搞政變 最後政變不成他就要逃跑 最後還是被毛澤東把他給幹掉了 死在溫度爾汗 那習近平和王岐山之間又再重複毛澤東和林彪的歷史 王岐山是為習近平獨攬大權 是立國大功的 他通過選擇性的反腐把習近平的政敵打倒了一大批 等到2008年習近平覺得自己地位穩固了之後 黃顧四周所有的這些政敵所有的這些大佬 都匍匐在他的腳下都不敢置身了 那個時候他就突然發現另外一個人 跟他的地位同時竄生了就是王岐山 他成了一號人物,王岐山成了第二號人物 王岐山雖然按照黨內的這個正式的排行榜 應當是排在第六或者是第七 但是國內外所有的人都把這個體制叫做習王體制 習近平第一,王岐山第二 這個時候習近平就感覺到他自己的地位受到了威脅了 所以說他要向王岐山下手,怎麼下手呢? 那個時候直接把王岐山幹掉 他也覺得不太合適,在政治上動作太大了 會引起的反彈也會非常大 所以說他採取了一個非常巧妙的手法 就是把王岐山先搞垮、搞臭 然後再給他一個虛弦 給他一個沒有實權的位置讓他去坐著 怎麼搞垮、搞臭呢? 這就是所謂的爆料革命啊!2017年的爆料 主要針對的就是王岐山啊! 那麼這個王岐山他也是聰明人 他一看海外郭文貴這個過去的中共的一個小間諜 這樣的一個小角色跟他無怨無仇 突然對他發起這樣的進攻 他當然就知道這絕對不是因為他和郭文貴之間個人有失仇 他們個人之間也沒什麼失仇 主要的原因就肯定是黨內有人要幹他 他當時就不知道到底是哪一部分人幹他 因為他仇人比較多啊!他過去搞反腐 結下的仇人很多啊!團派的也有可能 薄熙來的人也有可能 江澤民的人也有可能啊! 所以說他那個時候他要了解清楚 他就派他自己的親信 因為這種事情你是不能派其他的人的 不能派中共體制內的那些公事公辦的幹部 他是搞不了這個事情的,這事情太複雜了 必須得派自己親信中的親信 當時就派了兩個人 那兩個人一個叫劉彥平 是這個國安部的中紀委的書記 還有一個就是孫力軍 這兩個人他們到海外來 並不是按郭文貴所吹牛的說是要刺殺他 要綁架他,不是的!這個級別的人 他們是不會自己做這種事情的 他們來就是想跟郭文貴面對面的談 然後通過各種各樣的試探的手法 最後看看郭文貴背後站的那個人到底是誰 大家有興趣的話再去聽一聽劉彥平和當年 和這個郭文貴之間的那個對話 劉彥平呢,這是相當相當狡猾精明的這麼一個人 左一套右一套最後就套出來了 他就知道了這個背後 郭文貴背後既不是江澤民也不是薄熙來的人 不是其他的人,就是習近平本人 大家再看一看當年的爆料的時候 郭文貴是不是反覆的在聲稱 絕對不能反習,習近平是千年勝君 誰反習我就跟誰翻臉 這個也表露出來他背後的那個人 所以說他派了這兩個人出來之後 那孫力軍他的這個背後的 他所站的這個隊形就暴露了 習近平就知道這個人是王岐山的親信當中的親信 那劉彥平是回去不久他就已經退休了 現在在全國政協裡面擔任一個什麼職務 沒有權力的,所以這個人習近平就不用再理他了 但是孫力軍現在還掌握著一個非常重要的部門 是這個習近平統治的這個刀把子上面的這個刀刃 就是中共的國保隊伍、國內安全保衛局 中共政治警察的隊伍 這是維穩的重要的最重要的一個部分 那怎麼行呢?現在黨內的這個輿論上面 大家都在談論政變的事情 那政變、兵變這些事情是屬於這個門檻比較高的 技術難度比較大的 但是呢,民變它的門檻很低、難度很小 現在全國各地到處都有民變了 只要中共的這個控制民變的部門 主要是這個國保部門 他們如果是稍微鬆懈一下 甚至是他們如果是稍微在底下刪一下風、點一下火 那這個民變就有可能變成了燎原之勢 都有可能全國幾個地方同時爆發民變、形成共振效應 那麼整個的大變局就會被引爆 所以說這個部門對於習近平來講 這是兵家必爭之地,一定要掌握在自己人的手上 現在居然還掌握在孫力軍的手上、掌握在王岐山的手上 這當然是他不能夠接受的 那當年習近平把這個王岐山排擠出局 讓他去擔任了國家副主席之後 他當時是覺得這一下子我這個地位比較穩固了 王岐山已經不形成威脅了 但是呢,現在形勢又有了變化 現在黨內的這個關於政變的這種傳聞非常的多 而且已經有人開始實施一些動作了 比如說像任志強還有像陳平,這兩個都是太子黨裡面的人 雖然他們不再朝為官 但是太子黨是把他們作為喇叭的 是讓他們來做這個宣傳的、形成這個輿論的 這兩個人都跟王岐山有非常緊密的這種聯繫 任志強是王岐山的學生 而這個陳平他當年八十年代的時候 在中南海上書房行走的時候 是所謂的這個改革開放的那個理論班子裡面的議員 所以他跟這個王岐山當時是屬於同一個系統的 跟王岐山的個人的關係也是非常的好 這兩個人都在公開的鼓動反習 那這王岐山即使是他沒有受益他們 他現在也已經沒有辦法把自己的角色講清楚了 另外即使是王岐山什麼事情都不做 躺著他都會中槍,為什麼呢? 因為從各方面情況看起來如果是政變發生了 王岐山肯定是最大的受益者 如果是習近平被拉下馬了 那麼總書記的這個位置肯定是各個派別都爭搶 你死我活,頭破血流 但是有一個位置沒有其他任何人去搶的 一定是王岐山的,那就是國家主席的這個位置 按照中共的憲法,主席下臺了之後 副主席自然就會接替 所以說王岐山什麼都不用做 他就會得到最大的利益 而且王岐山現在極有可能成為各個派別都能夠接受的人物 紅二代自然會支持王岐山 因為他本人也算是紅二代的一員嘛 還有就是團派和江派過去雖然受到了王岐山的一些打擊 但是現在他已經被出局了 大敵當前大敵就是習近平 那麼大家可能就會同意讓王岐山作為一個過渡性的人物 而且王岐山在國際上的關係也是非常的多 國際上其他國家的美國的歐洲的日本的一些政客 對王岐山都還是比較有好感的 他是跟他們說得上話的,所以說國際上到時候也會支持他成為一個過渡性的人物 那麼王岐山在習近平的眼中 他成了習近平受害之後最大的受益者 所以說習近平就必須得先把這個人除掉 那怎麼樣來除這個人呢? 首先就要剪除他的羽翼,要從他周邊的人開始動手 讓他的左膀右臂全部都被砍掉了,讓他沒有能力反抗了 這個時候才正式的向他下手 這是過去王岐山在整人的時候他用的那一套手法 現在習近平以欺人之道還自欺人之身 用來對付王岐山了 孫力軍就是第一個他必須要下手的,重點要下手的這麼一個對象 所以說這件事情他對於習近平來講 這是絕對頭等的大事,這是關係到習近平的整體的身世存亡的一件大事 雖然孫力軍他只是一個公安部的副部長 在中共體制內還沒有進入那個最高決策層的 但是他掌握的部門非常重要,所以說要對他下毒手 孫力軍這次肯定只要習近平不倒,他肯定是死定了 那麼另外下一步,把孫力軍幹倒了之後 他會不會直接向王岐山下手呢? 這種可能性也是非常大的,只不過是看用什麼樣的形式而已了 我相信他不會用這個雙規的這種形式 或者是用這個正式的彈劾的形式 王岐山現在是國家副主席,按照他們的這套制度 他是表面上是由全國人大來選舉出來的 那麼如果要讓他正式的下台,用正式的程序讓他下台 那必須得經過全國人大的彈劾或者是再一次的選舉 通過這個方法,政治風險太大了,習近平可能會覺得自己不能夠完全控制 因為全國人大開會的時候,那麼多的人 如果其中有一些提出來反對,最後引起了輿論上的這種熱烈的討論 最後引起了官場上面的震動,這對於習近平來講風險太大 所以我相信他不會用這種方法 那麼用這個紀委的雙規的方法有沒有可能呢? 這種可能性也是很小,因為到了王岐山這個級別 你如果採取這種手法,那就形同於是政變 紀委本身他的這一套做法,雙規的做法 這本身是不合法的,是可以讓很多人詬病的 王岐山作為這麼重要的一個人物 如果是習近平直接對他這麼下手,那麼習近平 現在忠於習近平的那些人自己內心裡面都會感覺到不安 所以說他不能夠對王岐山採取正面進攻的方法 但是他必除王岐山,王岐山不除,他是寢食難安 一定會下手,最有可能的下手的方法我覺得 就是用這個陰招,下毒的陰招讓王岐山被病死 現在他們已經放出了很多的風聲,說王岐山身體不行 比如說郭文貴在前幾個月的時候 兩三個月的時候就一直在說王岐山換腰子了 就是說他的腎已經衰竭了,腎衰竭的人死起來是非常快的 一般來講腎衰竭的人患了腎之後 最多最多維持個三五年時間 所以說那個時候他們就已經放了消息說王岐山早就換腰子了 那也就是說王岐山任何時候死都是正常的,都是病死 王岐山是不是換腰子的呢?我告訴大家絕對沒有 他身體還不錯,換腰子的人他有一個特點 就是他的這個臉色一定是非常的發暗的,發黑的 我以前在醫院裡面做過義工 去專門就是在那個洗腎的那個部門 所有的那些洗腎的人,換腰子的人 全部都是臉色灰暗 因為他沒有辦法完全排除身體裡面的這些毒素 換了腰子之後他也有一些排斥的反應 醫療技術再高都會出現這種反應 所以說臉色昏暗這是其中的一個特點 王岐山現在是春紅齒白,滿面紅光 只要進到政治局,只要進到中南海,基本上都可以保證最少 你隨便怎麼亂搞也都能活到90歲以上 所以說如果是王岐山最近暴亡了,病死了 那一定是有人去下毒 而這個人就肯定是習近平派去的人 所以今後王岐山跟習近平之間肯定會有一些惡毒放手一搏 這是王岐山能夠生存下去的一個途徑 同時也是有成功的可能性的 畢竟現在對習近平的意見,黨內黨外的、國內國際的 都是非常的大,習近平自己是處於一個非常不利的地位的 這個時候動手是最好的 那麼除了王岐山現在在危險之中 還有一個部門所有的人都在危險之中 那就是中共的國保隊伍孫力軍 他是2013年成為公安部的副部長,成為一局的局長 專門管國保的,那麼在這七年多的時間 他一定是做了很多很多的佈局 而且孫力軍這個人他跟共產黨內的多數的幹部不一樣 他是真正的在澳大利亞喝過洋墨水的 得過洋碩士學位的,那比中共的那些博士學位 那些假的博士學位含金量要高得多 而且這個人他因為不是光二代、紅二代出生 所以說他在官場裡面是比較有親和力的 比較謙虛的這種人 而且他的人脈是比較廣的,關係是比較好的 所以說肯定是有一些人是他的親信 在這個國保隊伍當中有些人是他的親信 那麼這個隊伍被他掌握了這麼多年 被他培植了這麼多年,習近平是一定要對他進行打清洗的 另外國保這個隊伍本身他們跟中共公安部門的其他的那些部門不一樣 因為國保他們一般來講跟其他的警察相比 他們的這個教育水準都稍微高一點,見識都稍微高一點 看到的中共的這個毛病、中共的弊端也會比較多一點 而且他們經常跟國內的民運人士、自由知識分子 還有這些維權人士接觸,多多少少其中有一些人都會受到一些影響 所以大家都知道,國內的民運維權人士都知道 其中很多國保,腦筋是清醒的 只不過是為了這個放碗,他們不敢公開的來支持民主 公開的來支持憲政,但是心裡面還是亮堂的 不是說每一個人,我是說其中有一部分人 他們的心裡面還是亮堂的 所以他們就是現在混時間,坐一天和尚撞一天中 哪一天真正的變局開始的時候 他們就會迅速地選邊站 迅速地站到老百姓的一邊 所以這一部分人,他們現在的情況、思想狀況 習近平難道一點都不會瞭解嗎?肯定有所瞭解 那麼瞭解了之後,他會就這麼放任滯留嗎?也不會 他肯定會採取手段來對這個部門進行大清洗 所以這個部門的這些國保的朋友 大家現在一定要注意了,大清洗馬上就要來了 你們的頭子已經遭到了清洗了,下一步就連接到你們了 所以大家做好這個準備,怎麼樣準備呢? 當然最好的就是跟老百姓一起運用你們的現在職權上的便利 現在還趁著有權的時候,把這個民間的反抗 給他們放一個出口,只要有一個地方 一下子迅速擴展開來了 或者是有幾個地方同時興起了這種比較大規模的維權運動 那麼整個的局勢就變了,革命就被引爆了 那個時候你們再公開的站出來,那就會免於一場滅頂之災 甚至是可能會建立一個為未來的中國建立大功勳 現在時機馬上就到了 當然了,現在最重要的還是國內的那些民間的有實之勢 大家應該意識到現在中共內部已經相當的不穩定 而且國際上的局勢現在也正在成熟 等到這個疫情一過,國內的國外的各種各樣的壓力 就會匯集到一起 到時候到了今年下半年 我相信是中國大變局最有可能爆發的這一段時間 因為中國的經濟那個時候已經徹底的崩潰了 失業率會創紀錄的達到一個新高 可能是百分之二十幾、百分之三十幾這種失業率 失業的人太多了,其中有相當大的一部分就會走上街頭 這是國內的民間的壓力 體制內的那個時候也會來呼應國際上的問責的這種要求 到時候世界各國疫情都已經過去了 那個時候他們就會騰出手來追究中共擴散疫情的這種責任 這個時候中共體制內部也一定要推出一個人來 來為這件事情負責,那麼不可避免的習近平就是最好的人選 他就是這個黨魁嘛,他所有的事情即使不是他親自下令的 他也應當出來負責,更何況按照他過去這幾年的 這種統治的風格這種大事都是他親自下令的 他自己也承認了是說他親自主持、親自部署指揮的 他不負責,誰負責,那個時候全國的、全世界的 所有的力量都針對著習近平的時候 那個時候就是中國大變局最容易、最可能發生的時候 就在今年下半年,六月、七月之後 一直到年底這一段時間會有大事發生 所以說現在大家都要為這一場巨變要做好充分的準備 好,現在我就講到這裡,我們等一會兒 接著再聊